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农改厂除了研究改良农业生产技术 还开发农产品的新价值 其中山苦瓜的部分 研究发现有抗癌的功效 这也是农业结合了医疗科技的新连结 花改厂也萃取苦瓜精华饮品 除了增加农产品销售的通路 也能够促进民众身体的健康 山苦瓜是原名特色作物之一 机能相当多元 花莲农改厂也配合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 选定苦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而苦瓜精能除了广为周知的调节血糖之外 还能够有抗氧化、抗发炎、抗菌、抗病毒、免疫调节等的功能 花莲农改厂后续也针对花莲6号到花莲8号的预程 结合了医疗专业领域导入特殊机能作用研发 我们研发出了花莲6号到8号 那花莲6号它的特殊机能是在于说它的萃取物可以减缓我们肾细胞 的过氧化逆境 那所谓的过氧化逆境主要跟我们的老化过程是相关的 那花莲7号则是可以减缓我们肾细胞的尿毒逆境 它会跟我们的三高相关 甚至可以增值肾细胞 那接下来更令人惊奇的是花莲8号 它的萃取物呢 在我们的乳癌试验里面所显示出 它可以去针对乳癌细胞去抑制它的 具有抑制它的机能作用 而且呢其中的一个模式细胞是MDA MB231 这个乳癌细胞是属于一个三阴性乳癌细胞 这个乳癌细胞呢目前是没有办法去做荷尔蒙 或者是不要把药物治疗的 然后呢因此呢这个 这个花莲8号有这样的特殊技能作用 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这也显示了呢我们借由农业的育种法 经过跨领域的合作 是有可能去解决医学领域的 没有办法治疗的瓶颈这件事情的 经过和持续大学团队合作 花莲6号对肾细胞的过氧化逆境有保护作用 花莲7号对肾细胞的尿毒逆境有保护 甚至于增殖的机能 而花莲8号对于三阴性乳癌细胞有抑制作用 在动物试验当中还可以减缓乳癌肿瘤的发生 另外山苦瓜含有细胞修复及保护眼睛的效果 花莲龙改厂更研发出山苦瓜的萃取精华影 希望可以开发市场通路增加山苦瓜的产值 介续会接安相报道